阿波羅 阿波羅 你會想起些什麼? 希臘神話裡面的太陽神 登陸月球的火箭 還是陪香港人長大的阿波羅呢? 今集派紙夜一起回到充滿童年回憶的阿波羅時代 阿薩想問一下 說起阿波羅 你會想起什麼? 雪糕 我印象中阿波羅那間店就會排著一堆雪糕出來 我會想起阿波羅出的雪糕 蛤? 有沒有聽過阿波羅? 阿...阿羅? 阿羅啊 餐廳嗎? 餐廳? 是嗎? 是嗎? 士多 是嗎? 買雪糕的士多 在阿波羅沒有士多之前 阿波羅早就已經是跨越幾個年代的品牌 時間回到70年代 當時阿波羅的前身是一間位於元朗的雪巴廠 名字亦比較傳統 叫做奇香村 據問後來創辦人受到日本雪糕零食市場啟發 決定生產和銷售雪糕產品 而70年代極流行阿波羅火箭 所以就將這兩個風牛馬不相及的東西放在一起 形成了阿波羅雪糕品牌 至於為何英文是阿波羅而不是阿波羅 文說是因為當時太多人串錯這個英文字 就索性改成這樣了 當時阿波羅推出的甜筒外形非常華麗 沒錯 是要用華麗來形容 用上糖金包裝紙加上當時甜筒算是高級甜品 所以以前的阿波羅也算是高級甜品 80年代開始 阿波羅誕生了多款的經典雪糕產品 這幾款你還記不記得它們叫什麼名字 芝芝冰 Monocca Magic Kong 記憶中的芝芝冰通常會是怎樣 開開兩條 開開 但沒那麼容易有時候會扭 有時候沒有雪的就是我執入人 那些叫冰條 冰條就是冰條 芝芝冰就是芝芝冰 是兩樣東西 你認知中的芝芝冰 可否形容一下大概是怎樣 一個紙筒下面扁的 然後你會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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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然後撕海的概念 然後就食 這款芝芝冰當年還流行到有明星做代言人 當年的電視廣告對白 阿波羅茲茲冰 清甜解渴的奇兵 令大家天時殊熱就會想起這支茲茲冰 80年代推出的還有這款Magic Cone 但它最令人難忘的並不是它的味道 很激烈的 因為我印象最深刻 它的雪糕桶有透明蓋 一握的透明蓋就會整個雪糕握出來 然後它就... Yeah! It's this one! 咦! 開到了! 阿波, 是不是這個? 是這個 然後桶永遠都是軟的 但它有說過桶是硬的 吃平而已, 不行的 就是這樣 第四款80年代的經典產品 還有雪糕三文治 後來還推出了Monaca 但這款雪糕都有不同的食法 就這樣咬咬咯, 明白嗎? 包裝袋上聲稱是撕得來吃的冰凍甜點 以前和同學沒有人撕幾格吃 大家分享八格印象的記憶 還有它裡面有脆皮的 來到90年代 阿波羅就推出了好幾款經典雪糕 有孖條、除眉系列 還有一系列的機械人雪糕 藍煎身 黑金光, 是不是那種? 我記得有幾款 這個系列還有太陽號、摩天使、太空纜等等 為何這些名字要改為機械人呢? 文雪是當時的創辦人很喜歡日本動漫 沒錯, 有時候的原因就是這麼簡單 除此之外, 90年代更加是阿波羅的另一個轉捩點 小時候有看電視遊戲節目的你 有留意得獎者 除了有價值一萬元的花之戀壽司之外 還有價值不知多少錢的阿波羅乳酪雪糕 1992年, 阿波羅開設了阿波羅 Magic House 即是大家都總是記得的士多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引入了鮮果乳酪雪糕 阿波羅的鮮果乳酪雪糕 可以說是香港乳酪雪糕的始祖 選出兩款配料 與乳酪放在雪糕機裡攪拌而成 吃起來的口感是怎樣 就由暴食女Chucky試試吧 它和我吃的一般乳酪雪糕有些不同 之前那十多年有一期很流行吃乳酪雪糕 它就是軟滑的乳酪雪糕的質地 然後在上面會鋪一些糯米糍、生果 鋪一些脆脆的食物 它因為放了椰子和西瓜 它本體的生果下去打 我吃下去的時候是有很重的椰子粒粒 還有西瓜的果肉在裡面 而去到2021年的今天 它依然是賣近35元 阿波羅Magic House由90年代開始 成為了大家的成長回憶 其中的一部分 還是因為有一系列的小食 你最喜歡在阿波羅吃的食物是甚麼 拌麵加燒賣 拌麵 拌麵 8年多不多 燒賣魚蛋 醬 辣和不辣 七仔便利店 開始有拌麵燒賣 還是阿波羅 好像 好像當時是否還沒留朋友拌麵吃 為何會在阿波羅吃拌麵呢 來到2021年 回憶中的阿波羅 究竟還存不存在呢 而其實現在香港 仍然有30多間分店 大部分都在屋邨裡面 便利店和超級市場 都仍然有賣阿波羅雪糕 這個香港品牌仍然惡辣不倒 存在在不同年代的童年生活裡面 誰說冬天吃雪糕沒那麼狼狽啊 你吃得很噁心 你留雪糕啊 好噁心 你真是吃得很噁心 你真是吃得很噁心 嘩 雪糕也減掉了 其實阿波羅呢 裡面 他的手也噁心 阿波 阿波 阿波幫你擦 幫你擦 這個重點部位有 我不幫你擦 那些不是 那些沒有擠擠 那些就是擠擠 大家 這一點 這個呢 有雪糕的 那猜一下下面這個是什麼味道 青蘋果 真的合不來 有什麼藍得白一點 你們最記得 說不想看女生 阿伯 阿伯不想看 不想看 這裡也有女生 看這裡 在哪裡 謝謝 4 4 城